今天向我们求助的这位当事人 他经历了什么呢 我们开始通过一个小片 来了解一下 我希望他赶紧出来 这个房子就这么锁着 一年也是大 十年也是大 什么时候是这个结果 总得解决的 在这位当事人上场之前 我想先问一下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认为他这种方式可取吗 要乃法律说呢 风日房是不对 乃法律说我想 直接封房 还有他在楼道里面 直接给他喷上那些 欠债还钱的一些字样 是对小区里边的话 一些居民的话感觉的话 也是不太好 走一些法律程序比较好 看完这个小片以后 老百姓都会认为 有点过 就是不是很理性 那到底这位先生 他经历了什么 让他出此下策呢 我们还是掌声有请当事人 来 有请 我承诺 我在现场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的 如果我不识 我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请您说出您的诉求 我的诉求是 希望我以前的朋友 把欠我的拆迁款和房租 大概约80万左右 还给我 李先生62岁 北京人 求助类型 债务纠纷 我们通过小片看到的 这个房子就是您刚才所说的 您的朋友的房子对吗 对 是哪位朋友的房子 三个人吧 这是我们的老大姓董 董先生的房子 对 这套房子是您去年去做了 这样的一个外部的破坏是吗 对 到现在 这最后一次去我们编导 带您去是什么时候 昨天还去了 还是这个现状是吗 对 还是这个现状 都快一年的时间了 这个房子仍然是处在一个 您一年前去的状态是吗 对 那也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您的朋友董先生 在接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回过这套房子 对 它房子也很多 您在几个地方的房子做了这样的处理 开始封了它是南园的两套房 后来他把这两套房子给卖了 卖完以后我没办法 又找到了现在的其中一套房 您都怎么找到它这些房子的 因为大概极致的 我们以前毕竟是朋友嘛 其实您还是花了一些 花了很大的经历去调查 对 去了解 对 那我就想问一下 您为什么要去破坏这些房子 一个是他把我拉黑了 找不着的 没有办法了 他从什么时候把您拉黑的 封他房子前十来天 就一个月吧 那您在这个房子这么破坏 比如邻居啊 有没有去一会儿派出所 把这些房子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不能是让他去报案呀 我自己去报案去了 派出所那马上就来了人了 就把这又招相又那什么的 招完相以后 马上给他打电话 通知他说希望你上派出所来 他说他不去 就派出所通知他去他都不去 对 他的房子被人破坏了 他也不管 他不去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怪怪的 其实您是想通过这个方式 把他逼出来 你出来有多大事咱们谈 那你躲了是什么意思呀 就拿着钱你跑了 我们观众肯定都好奇 在这位李先生身上 到底经历了什么 对吧 朋友为什么欠下这笔钱 刚才您在诉求里面提到 一共是80多万 对吧 这笔钱是怎么欠下的呢 是这样 我们在04年的时候 合伙呢 三个人合伙 买了一套房 总共花了16万2 这个其中呢 我们这个老大呢 掏了2万块钱 就是董先生 老大就是董先生 就封门的这个人 您呢 我在里边算老二 按年龄说啊 我是老二 我掏了8万2 剩下的那个 我们那个对老三 就留的这位总事 他出了6万 6万 出资不等 出资不等 这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公租房 公租房还能正常买卖吗 反正当时那个情况下 中介也卖 那房子在什么位置 在幼安门内 多大平米 18平米 还有18平米自建 这房子是谁选的呢 这房子是我找的 那您当时为什么 不自己一个人掏钱吗 没钱 没钱 还是因为资金不够 资金不够 那找另外两个朋友帮忙 是您去找他们的 还是 我找的 您主动找的 我找的 我找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那个 套6万的这个 我跟他一说 我说这套房挺便宜的 我说我呢 没那么多钱 我说你有多少 他说我有6万 那这是请家荡产了 拿出6万个钱来 还是不够 我手里是8万个钱 加上我们的老刘同志那个 6万 6万 还缺2万 还缺时间 还缺3万个钱 我呢 手里呢 我掏了7万块钱以后呢 我还有一万块钱 是装修室的 还有那个 还有货户 这里还欠着到给人家中介费 谁给咱介绍那个房子 咱也得给人点钱啊 嗯 给了5000块钱中介费 房租呢 交了一年房租 大概就500块钱左右 嗯 好 那就当时是约定是由您来买 还是由谁来买 当时呢 我们三个人呢 为什么写我们那个 董先生的名字呢 最后还是写的出资最少的 这个董先生的名字 因为他岁数最大 我们两个人都管他叫大哥 嗯 他呢 办事做事很稳当 放在他身上呢 是我同意的 因为他 他们两个人是同事 嗯 我跟他们呢 是半路认识的 嗯 咱们也为了 就让大家心里都那时候 反正我当时的心里就是 就是信任他 放在他名下 对 所以就写了我们的 就这么达成一致 放在他的名下了 对 就这样每年 你们就是分两次租金 对 一直就是这样的 按照平均分配吗 一直是平均分配吗 没有没有 后来什么时候改变 开始呢 房租比较低 是一年三万 大概是五年 因为每次分就分五千块钱 嗯 所以也就不那么细了 一次分五千 嗯 我们就按照五千 一直维持到2009年 对 大概就五六年以后 嗯 房租涨了 房租四 一年四万多了 嗯 这样呢 我就说了 我说咱们得有差别 又改成了 我跟姓刘的那个同志 多德 嗯 就是按照出资比例 也没按出资比例 嗯 就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最后来怎么办的呢 完了以后呢 当时是我跟刘先生拿了一边多 一年拿多少钱 每一次分大概分八千五左右 嗯 半年嘛 半年分八千五左右 那董先生还是五千 大概其实这个数 因为具体的这个 也没有严格按照出资比例来分配 也没按照 只是你们出资多的 多拿一些 多拿一些 因为当时的理由呢就是 你已经都把你本钱都收回来了 我们还没收回本钱来呢 嗯 这就是出于感情 出于信任 名字放在了董先生名下 对 钱由刘先生掌管 对 您就每年分点钱 对吧 哥儿几个都挺好的 每次分钱还特高兴吧 每次分钱的时候还不光高兴 每次分钱还得大吃大喝一场 我们那个戏称吧 就是每年有两次分账 一直到拆迁之前还一直说 说这个吧 作为一个朋友之间的一个范例 谁又能有这么一个 是吧 有这么一对朋友 干这么一件事 是吧 多好啊 说起三人当初的去世 李先生滔滔不绝 李先生曾向编导探路 三人早年间因为工作而结识 相处之后 发现彼此脾气秉性相投 来往便逐渐多起来 2001年 三人一起合伙买了房子 此后十几年的时间 相处的都十分融强 这种关系一直延续 到了2016年 三人合买的房子面临拆迁 巨大的利益面前 三个好朋友之间 慢慢产生了裂痕 那2016年拆迁了 这个事情由谁来主导 拆迁了呢 因为拆迁名字是我们这老大 董先生 那肯定是他主导 但是在拆迁之前呢 他确实把我们三个 约在一起了 说这次拆迁 说大概就给380多万 签完了就签着分钱了 分钱呢分两次给的钱 第一次大概就给了300多万 刘洋先生呢也挺机灵的 完了就说呢 不管给多少钱 先把大钱分了 当时啊 我啊一再强调这个房子 这个钱不能分 你不说清楚不能分 但是我那个二兄弟呢就说了 你要不分的话 他挣不给你 你还就没辙了 拆迁人只追着他一个人 对 钱都在他的账户里头 对啊已经进他账了 完了以后呢 说他给多少 咱们先拿回多少来 就听他的意见了 你咱们多少钱都拿走 这样他给了我们一人 一百二八万 钱拿到以后 我就跟他说了 因为还有尾款呢 尾款大概还有几十万个钱呢 是吧 我说咱们尾款坚决不能分 要把这个账说清楚 你基于什么这么分的 是吧 你得给我们一个 给我们一个说法 最后这个尾款下来以后呢 确实没分 磨叽了很长时间 最后没有达成一致 最后一次 就那个董先生跟刘先生 一拍板 据说董先生又给了他十万个钱 就把我 我这不是不要吗 我不同意吗 从那以后 就胡说八道了就开始 他拿多少钱 他都不知道了 完了以后也没法谈了 他就怎么说呢 完了以后他就说 他掏了三万 他多了一万 他是想怎么分配这笔钱 就不说钱了 就反正钱已经算完了 比如说他想 我说了还有点尾款 你们要不要 就威胁性的了 就不跟我谈了 说声面案例 您法理请理 下面进入我们的律师调查环节 那接下来的环节当中 我们的两位律师 将根据刚才这位先生所陈述的内容 进一步的提问调查 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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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看到大屏幕 咱们有一张手写的一张表格 对 我问一下这上面这字 都是谁写的 都是董先生亲自写的 那从这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的话 好像只是当年的 你们一个出资的情况 对 但是关于你们怎么反例 是只能按照那个三人评分 那句话来认定吗 您所谓的评分是依据这张纸 它的哪一个约定 还纯靠口头约定来的 这张纸证明什么 就证明了一个 当时我们出资的价格是 是这么多钱 只能证明出资 对 这出资是肯定的 那我问您一下 您怎么理解最下面这段话 按当时确定 因为借贷 这句话怎么理解 这个我认为可能是后天的 你看跟上面的字也不一样 您理不理解这句话 如果它被法院认定的话 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法院能认定 它是借贷 那我们就都是借给它钱了 借给它钱了 你都是你把那个 那就还是平分 好 您现在手头 包括当年出资 包括你们分配租金 包括你们事后分 拆迁安置房屋的份额 都没有过任何的书面约定 三方的 都没有 没有 没有 谢谢 我想问您一下 您出资买房的这个金额 到底是多少 它写在这里边 就缺了一个5000块钱的中介费 我提醒你 购房款就是纯买房子的钱 对 装修款不能算在里头 中介费不能算在里头 这么说吧 其他的怎么算账 这些东西都好办 那您那个纯的购房款就是 我就可以 它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它说 6500是吧 6500就6500 没关系的 就是您说您这个66500 是有出资的凭证吗 是转账还是现金 没有 没有 当时租了现金 先生 那我再问您一下 这是个什么兴致的房子 公租房 这房子成都人后来落在谁名下了 落在董先生名下了 这收取的租金是谁控制 刘先生 您出资这么多 结果钱也不归您管 房子也不归您管 您这当时怎么想的呀 但是他确实是真实的 刚才我注意到您说一句话 对这董大哥 比亲爹妈还好 没错 这大哥怎么就让您这么信任他 你们之间有什么交情啊 基于什么关系认识的 简单的说 他们当时是开发公司的正式员工 您不是 我不是 人家拉着我干这事 起码干了几年 就帮着他们公司收房 那你说我不感谢人家吗 明白 那这件事上 您稍微吃点亏的话 我不怕吃亏 不能骗我 而且还特霸道 就是我骗了你了 你还活该 我接受不了 您能想象到的这件事啊 咱现在没证据 想象它最坏最坏的局面 是什么样 我现在跟他拉平了 他欠我钱 我封的房 做这个挺好的 十年以后咱也是这点事 这就是您想象当中 最坏的结果了 就这结果 你不用我钱 你房子房屎 其实这个李先生 我看了就是 你2001年 其实你主动找到的两位 对 那在那个时候 在你眼里 他们是你最信任的人 那你们共同就是三个人 形成了一个同盟 对 但是到现在 目前你这个同盟 已经被改变了 对 变成人家两个人同盟 欺负你一个人 对 所以你内心感受到 就是说我最信任的人 最后欺骗了自己 被抛弃 不是被欺骗 被欺负了 对 被欺负 你所有的那个委屈 特别霸道的 我就给你这么多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你说那我能接受得了吗 房子我弄的 我找的 我让大家都获利了 只有你们玩这么一套 对 您看您现在这个委屈 看这个气氛 特别像一个什么 我们说幼儿园里 被欺负的小男孩 对 然后你现在什么 找到我们平台就像找老师 我要告老师壮 我要他们欺负我 他们两个人在玩的时候 本来说好了 我们一块玩一个滑梯 最后他们俩就一个人拦着 一个人在那玩 然后就不让我玩 对对对 然后还把我推一边了 原来这意思 还把我推在那个地上 摔了一身泥 对 您要的就是一个公平 但是我请您想一下 就是你们共同的这个同盟 看开始 他们利益输出 对您来说绝对是有好处的 所以从 就是你说的董大哥 他的内心想说 我之前给了你多少好处 我现在要你占你这点便宜 我不为国 这是我跟你说他的心理 在这个利益游戏中间 他们并不认为是欠你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所以他可以理直气壮 我就是骗你了怎样 对 而且站在他们的角度认为 就始终把他放在一个 您是求着我们的关系做事的 这么一个角色上 是的 你知道您为什么出钱 当年出钱最多 但是你最不得力 但是你都忍下来了 对 就是因为当年 那个权力游戏中的法码 不在您手里 所以您内心的潜意 您是默许的 我解释一下 好 您可以解释 您可以解释 当时您说的利益输出的 这段过程 我们已经结束了 以后我才找到这个人 那您会有 心里有感恩之心吗 就觉得还是挺感谢他们的 交了这两个朋友 肯定感谢 所以您把您的姿态放得比较低 对 所以那个时候 你才不需要签任何协议 你去相信他们俩 人家两个人是同事 人家两个人 合起来去构陷您也好 成今天的局面 太可能了 但是您当时那时候 为什么没有防范 是 都是不完全基于感情层面的 是 您说的这个 我也觉得挺有道理的 而且也很对 但是他们得出来说 如果是这话 您说的这番话 是董先生说的 或者刘先生说的 我完全能够接受 是 但每个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 我只不过让你了解了 人家可能内心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嗯 所以现在是这样 既然李先生向我们求助 我们还是有义务来帮帮他 看看通过我们的平台 跟这位董先生联系一下 能不能联系得上 好不好 好的 好 我们现场联系一下董先生 喂 喂 你好 请问是董先生吗 什么事 是这样的 您的朋友 李先生曾经跟你一起 你们出资 买了一套房子 后来拆迁了 因为这个事情 利益后来的分配问题 他向我们求助了 我有几个问题 想向您求证一下 我们那个是三个人的事 对 那个原来两个人 已经做什么了 你找那个 一个叫刘强涛的 让他找刘强涛 刘强涛在找我 我们三分一块 可以解决这问题 那您有没有一个 初步解决的方案 您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您问刘强涛吧 我没事吧 大多数的事吧 都是刘强涛 说了算 您问刘强涛吧 好吧 那我想问一下 您最后自己拿到了多少钱 我没拿到多少钱 具体数字128吗 还是100 都不是 都不是 您问刘强涛吧 好吧 那如果这个李先生 您认为他是找您 再继续进一步谈好 还是进一步找刘先生谈好呢 我问刘先生吧 好吧 在与董先生连线的过程中 董先生并没有直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而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刘先生处理 在前期调查中 编导也曾多次联系过刘先生 刘先生表示 并不想接受采访 只想私下解决 当然他解决没关系 他可以找我 可以说商量怎么解决 但是我不愿意这样才参与 只是 如果是私下解决 董先生又不愿出面 这究竟该怎么办呢 对于李先生 想要按照出资份额 要回拆迁款和部分房租的诉求 律师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请理 下面进入我们的律师合议环节 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 首先呢 他们这个买的是公租房 那这个合同效率 实际上也存在一定的这个争议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对于这个合资买房 没有任何的证据 他们之间到底是投资行为 还是其他性质的行为 一旦他们之间产生分歧 那么这套房子 很有可能就不像他理解的 说大家收益平单 无论租金也好 还是拆迁款也好 可能都不是一个平单状况 而且的话呢 就是说 李先生这种非理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也会触犯相应的法律 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请理 下面进入我们的律师提议环节 首先在提供解决方案之前 我们先把您的事件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和分析 那么实际上呢 你们最开始对这个公租房来进行投资 你们的投资目的 当然是为了收取回报 对 是不是主要是针对租金 租金和拆迁 当时就遇到拆迁 对 因为我们就是搞拆迁 好 那么其实在当年你们进行投资的时候 我们把这套房屋落在了董先生名下 并且你们事实上按照真实的租金来进行了分配 那么我们看到一般的投资啊 我们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要结合你的出资比例来享受相应的收益 但是你们之间在享受租金的时候 没有按照出资比例来享受 实际上就是平分了 那么这视为对之前约定的一个事实认可 并且已经执行了十多年 到现在为止 您说我想把租金再要回来 我不认可当年分配了 无论从实效上来讲 还是从实体的内容上来讲 我觉得都很难支持您的主张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 我们说投资 在你们投资完租金以后 这个房屋后来发生了拆迁 产生了相应的拆迁安置收益 这个收益 是不是你们当年在投资的时候 就预见到打个问号 您可以说我预见了 但这两个人也可以说我没有预见 那么这种情况下 基于拆迁 很有可能就由这个成租人 他挑来了 我们当年说了 投资就是基于租金 那么现在基于拆迁 这个收益 就全归我成租人 这个收益应该归我 不应该跟大家分配 或者说已有的分配 我认了 我愿意给你们 我不再追究了 这也可能是他的说法 所以这种情况下 跟他们坐下来谈 谈什么 您想清楚了吗 不是再去要那60万 先把已经拿到的钱 先确认下来 这是我的投资回报款 你要欠他这个 然后人家还欠不欠你 再说 别现在到兜的钱 都不知道它是什么钱 回头再让人掏出去 对 好吧 好 这个建议非常好 这个建议不错 您本来是为了这个 再多要60多万的诉求来的 我们律师告诉您的风险所在 现在您先跟他谈 见面谈是必须的 谈的时候 赶紧让他写下来 签下来那个钱 我觉得您这番话 要是跟我们那刘先生一说 这效果就太好了 节目播出通知他看 让他看 好 我觉得从两个层面 一个从法律上 您的这个立案恐怕都有困难 对 所以更别说打官司了 对 出资没有证据 是合伙买房没有证据 然后现在对方又不认可 所以立案都很困难 更别说打赢这场官司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一方面呢 也在于自己的一些疏忽 对 因为你这个租金 其实从来也没有按照 这个出资比例来分过 对 对吧 另外的话呢 这个房子的性质本身是公租房 严格来说是 为了解决中低收入的 住房困难的一种保障性住房 对 所以公租房的申请 是有严格的条件的 无房啊或者房子不搭标 等等情况 那在这个转让的过程中 本身可能就有一些 不符合规定的情况 对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取得了这个公租房 那董先生 也是不允许他出租的 对 如果是说在这个租赁过程当中 产权单位去追究 是可以解除合同收回房子的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您这个本身三个人合伙出资 买这个房子 这个合同效率 其实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对 虽然购不上违反法律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 但是也有类似的判决 是认定说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那么认定为无效的这种可能 如果一旦认定为无效 后果是什么 是返还你的出资款 也是128万你拿不到的 总之呢 你打官司 立案很困难 打赢就更不可能了 在这个前提下 调解是比较不错的 或者是唯一的一个途径 您说的太对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理性 所以我现在问您 在这个前提下 您的调解底线是什么 实际上我真的就是一句话 如果您那董大哥说了 兄弟我就占您点便宜了 我这就的确是 现在也需要钱 对 一句话也可以是吗 对 我就是这个事吧 我就是心里过不去 有种被玩弄的感觉 对 而且玩弄我的人呢 到底是谁 我也想弄清楚这个事 好 其实这都回到 另外一个话题了 有些事情 我们想弄明白 我想说的是 弄不弄的明白 因为人性 有时候是经不起考验的 人心有的时候 是经不起探究的 你真要把它弄明白了 又能怎样呢 是 是不是 有时候我在想 像您这样的 在前十几年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现在身体又很好 又还比较年轻 有时候我们 眼界放远一点 心胸开阔一点 真的是喝一杯酒 算了吧 兄弟白交了 人生 您还有很多的朋友 可以去交 对不对 今天露场节目 我听我们小编辑说 您还教他怎么买房 说不定您下一个朋友 交的是我们的编导 是不是 我相信接下来 您能够广交很多好朋友 对 李先生 在这儿再补充一点 因为看到我们 录制节目最开始 您对那套房屋 董先生的房屋 已经实施了一定的侵害行为 对 这种行为 从现场可能达不到 很大的一个损失量 可能大于不了五千块钱 那么即使这种情况 那也可能要违法 我指的是 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 那么这种行为 很有可能要涉嫌构成 故意损毁公司财务的行为 如果是仅仅为 咱们的民事争议 没有必要付出 人身自由这个代价 是 一定要理智地去处理纠纷 而且的话 也可能涉及到这个 因为你写的欠债还钱嘛 这个债务是否确定 都不确定 涉及到一个名誉上的侵权 另外这种行为 如果干扰 影响到这个李先生卖房 转让造成损失的话 也可能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 您说得对 您说 今天我们听到 比较有名的一句话 叫不要和好朋友开公司 不要和丈母娘打麻将 没法 没错 那么今天您说 跟好朋友开公司 不是不能跟他开 那么一旦开 你要想好将来 你要损失掉这个朋友 或者说你要损失掉 一部分利益 来维护跟这个朋友的友情 这两者 你能不能接受 你能接受哪一种 如果你都接受不了 这种事不要做 您说得太对了 另外我们要讲 不要拿利益去衡量人性 这是衡量不了的 也没有任何的可靠性 能够通过你的案例 也其实跟很多电视观众 来展示 其实就像我们平常借贷一样 你的钱借出去 没有陌生人能把你的钱借走 一定都是你的亲朋好友 对不对 那么我们把钱借出去的时候 你借多少钱 你能够承受 我指的承受 不是说你有多少钱 可以借给他 而是说你借出去的钱 有多少钱拿不回来 你能承受 对 如果说五千块钱拿 拿出去 我回不来 我也能认 这个条打与不打都没关系 如果你拿出十万块钱 你说这钱没了 就要了我命了 记住一定打条 我个人意思 一万块钱以上的 这种款项 一定要把它通过书面的形式 进行约定 对 别嫌麻烦 是的 我觉得这个朋友两个字 其实也挺重的 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你如果把对方当做朋友 那你就意味着 可能要为他做出一定的付出 对 而且每个人 对于这个 是吃亏占便宜的认定的标准 还不一样 你可能觉得我吃亏了 他可能不这样认为 所以朋友之间 就没法算得那么清楚 互相担待 我特别赞同徐律师的话 如果是当朋友 就是可能我们损失一点利益 维系的是情感 如果您追逐的是利益 就不要说这是朋友 知道吗 是 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案例 这个个案是纠结了情 意 还有利 三者为一体的 这中间有三个人 您会觉得有一个人是意 有一个人不给你利益的分享 所以您会觉得自己特别亏 但是我是想告诉您 如果一段投资 或者一段友谊 它是以利益开始为契机的 你就不要指望期待值太高 所以对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特别劝大家 要放下自己的执念 我们经常有一种人 会让意气说话 我怎么对待你的 我就希望他 我对待他的方式对待我 但是恰恰 那是不是一个黄金法则 那是反黄金法则 因为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都是不同的 你怎么对待别人 是你的事情 他怎么对待你 那是他的选择 所以你切不要以自己的框架 甚至道德体系 甚至价值观 去套用别人 如果那样执着 执念地去套用 最后受伤害的是你 谢谢杨阳老师 好的 所以到最后呢 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个案 延展一下 李先生这样的遭遇 在我们的中国人的 这个人情社会当中 还真的是非常多见的 所以我倒是觉得 通过您的这个个案 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也希望提醒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真的 中国这句话讲的特别好 亲兄弟还明算状 对吧 那么朋友之间合伙 一定要明确责全力 我们也要跟电视机前的这位董先生和刘先生说一句 如果您信任得过我们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不以这样的一种形式 我们私下来组织一次这样的调节 希望你们都能够放下这些所有的纷争 重新开始建立新的情感 利益有价 情亦无价 我们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 千金买不来的还是一个情字 非常感谢现场观众朋友们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